《基本法》第123條 我們再次歡迎李奧妍 張仲勇留為《基本法》推廣道道委員會的成員 第123條說到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後滿期而沒有續期權利的土地契約》 由《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制定法律和政策處理》 我想大家由《政本清源基本法》的序宣第一章看起 你應該很明白土地和國家主權有很密切的關係 第123條對我來說 我第一次看的時候很震撼 這真是港人治港的充分體驗 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的領土 而《基本法》是授權地你自己談 我覺得很厲害 很大權 你哪個市政府 或者哪個州政府 可以有這麼大的權限 完全是讓你去談 這真是體現港人治港的 浩然 對我來說很厲害 這條就承接第二節土地契約 上面那三條就說了給你聽 過去已經有的可能市區又或者是新界的土地 以至我們整個香港的土地過去已經決定了 住此類怎樣處理 說完前面怎樣處理之後到回歸之後 這些都授權給你自己日後再去處理 其實是很完整的 而且真的有些例子 其實已經體現了特區自治範圍裡面 可以獲得授權做這些談判 或者自己處理在法律上處理土地 商業這麼熟 Thomas你第一個想起的例子會是什麼 我記得最深刻的是九龍倉保地價事件 我都記得很多媒體報導 最多媒體報導 因為其實我相信第一件是這麼值得去討論 因為當時九倉如果大家知道 九倉本身是海港城和海運碼頭的那塊地 本身以前一直在香港開埠以來 都是一個碼頭的地方 倉住的地方 後期保地價 九龍倉重新發展成一個商業的項目 這個項目的土地是92萬平方尺 但是它的使用期是在2012年到期 那就橫跨了九七年七月一號 所以由特區政府談判 這個其實就是權力沒有腳續期 然後權力就是政府繼續幫它談 最後當時大家都很大疑問 因為如果政府有權不續期 那是否你要交出來呢 如果交出來又怎樣呢 或者續期的時候又如何離定它的標準呢 因為過去以前大部份的發展商也好 或者大部份人的認識也好 你的土地劇要再結束之後 其實你應該是自動續期 自動續期你可以補地價 補完地價之後你會自動續期 可能是50年可以補期50年 或者是續期90年 是這樣的做法的 這是過去的環境 不過我想也是一個無實的做法 因為我們也很難想像 交一塊吉地給你 如果交一塊吉地給你 難道拆掉上面所有的東西嗎 這件事是影響了所有的香港人 所有擁有土地物業的人 其實當時也很關注這件事 當然最後的結果是甚麼 就是政府跟九五倉談判了之後 最後批了21年的一個小控權 繼續給它 補了79億的保地價錢 浩然你又想起甚麼例子 Thomas說了一個原本在回歸之前 已經有的 接著跨越的一個特區政府 有機會去處理 我就想起一塊地 可能都頗老少涵疑 大家都特別小朋友 可能都頗喜歡的一塊地 一個地方 那塊地是回歸之後開始發展 而且由特區政府 按照基本法的授權 裏面就可以自己去處理土地的 使用權和權限時期 就是一塊50年加50年 總共一百年 超越2047年的土地 去哪裏 就是迪士尼 迪士尼在1999年的時候 由特區政府去簽訂這個發展 然後它的土地使用權是50 但是另外再加50年的續約權 其實是第一個50年超越了2047年 是的 真是一個很有趣的案例 其實我們過去這幾集 說土地的使用權 是牽涉著一些 以上之大的利益 如果你有留意國際新聞 特別是關心國際關係的話 往往這可能是牽涉著一些 種族的矛盾 譬如你在美國 你經常都會留意到 那些美國的原居民 如果不是政治正確 還有一些美國人 說他們是紅印第安人 就是印第安人 他們那些土地 其實經常都拿來被人徵用 後來又可能賣給賭場 是有很多爭拗的 甚至今日仍然有很多印第安人 不斷上街去華盛頓抗議政府 這些已經是很輕易的 你去了一些南美洲國家 甚至一些中東國家 這些土地使用權的問題 如果沒有一個法律 大家同意的法律 已經在打仗 非洲有很多地方 因為這些問題 打仗 甚至大規模的屠殺 所以你看到基本法 原來不只是法律和權益的保障 甚至人類的文明行為 對於和平的進程 其實都很重要 如果你很宏觀地看 對我來說有這個感覺 其實土地是最重要的 所有人的經濟民生 以及對於國家都是最重要的 其實當時我覺得中英兩個國家 可以就香港回歸 土地這件事是達成了協議 以及不需要令到 剛才華盛頓說 戰爭或流血 而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是很難得的 我想這是一個很務實的妥協 中國當時的國家都是把土地的權利 其實是給了特區政府 這件事是一個很實際的 令到解決了很多不必要的爭吐 因為當時你記住 中國當時對於土地這件事 自己國家還未有一套很完整的法例 所以他們都認為這件事是給香港做決定 其實是很尊重香港人 剛才你說的港人治港的高度體驗 浩然有沒有總結 我想這一節的土地契約 我想我們要明白就是 香港整個回歸其實是一個很核心的 特別是商業上面 和土地資源上面的特殊性 我想是基本法有一個很好很妥善 兩位都說了很多很平穩很和平的處理 而因為這樣香港的回歸才打下一個基礎 要看你的人 如果是一個多 säger 那才算解決 contro 那才算解決 請問你 兩位都看見